看完电影我们来听音乐 台湾的独立音乐非常优秀 不但融入台湾的文化特色 还有丰沛的创造力 今年有九组乐团要前进 加拿大、新加坡还有印尼参加音乐节 包括来自台东原住民组成的Mosca 还有去年拿下金马奖的四分位 除了行销我们的音乐产业 也会将各国举办音乐节的经验带回台湾 台湾独立音乐盛行 像是原住民组成的Mosca 特殊的雷鬼风格大受欢迎 还一路唱到世界各地 摇滚乐团四分位2013年 更以感人热血的I love you 拿下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 今年有九组乐团要代表台湾 前进世界参加音乐节 我们是觉得去看 人家的音乐节是怎么做的 跟他们的政府怎么做的 然后他们对音乐的所有的产值 有没有什么 跟我们做一下比较试试看 觉得这个是好的事情 非常好的事情 这次的音乐外交 除了要前进加拿大音乐的 最大盛世CMW音乐节 还要参与新加坡的Music Matters 以及印尼的Jawa Rocking Land音乐节 Mosca说每次出国 都会带回来不同的养分 而这次在加拿大的演出 就是他从中南美洲学到的节奏 四分位会跟13乐团 一起前进新加坡 其中13乐团会在舞台上加布幕 将演出结合投影 让音乐表演更整体 因为其实我们在写歌的过程当中 都是用充满画面式的方式去传的 所以我们在加入的这些比较画风 或是比较奇幻世界的一些影像 可以更快速的让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 一些比较奇幻或者比较超现实的 这样的音乐的整体的呈现 这次的乐团要前进世界各地 展现台湾的音乐实力